他拥有最强盛的国力 他拥有最强大的军队 他拥有最开明的政治 他拥有最久远的盛民 他就是唐朝 一个让华夏子孙魂牵梦绕的朝代 然而盛民之下 他也曾别血宫廷 骨肉相残 也曾而与我诈血与星空 让我们翻开大法289年的历史 听大语话说唐朝 本节目内容改编自王爵仁著作 血腥的盛唐 本书已由凤凰出版社出版 可在全国各大书店购买 解草鲜花遍地愁 龙争虎斗几时休 抬头五月处 再看凉堂 进汉州 给您续上一杯茶 我慢慢的说您细细的品 听大语 话说唐朝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呢 咱们说到上兵伐谋 李将妙计收魏伯 功高震主 献宗猜计 大功臣 随着魏伯的归顺 李将的麻烦也来了 为什么呢 咱们刚才也说了 功高震主啊 他太聪明 太能干了 献宗感到了莫大的压力 身为人臣 如果什么事都料事如神 把皇帝的风头都给抢光了 那么长此以往 皇帝的微信 何在脸面核存呢 事实上就在魏伯 正式归顺的荡月 献宗呢 就已经流露出了 对李将的猜忌和不满了 那是在盐英殿的一次停队上 献宗先是啊 跟几个宰相呢 说了些无关痛痒的事 接着话锋一转 说你们呢 要替朕爱惜官爵 不要随便厮授自己的亲戚朋友 啊 李吉辅和权利于对视一眼 连声说微臣不敢 李将很清楚 这话不是说给李吉辅和权利于听的 就是冲他来的 因为自从拜相以来 他一直坚持举贤不必亲的用人原则 当初贬折袁一方的时候 献宗就对他起过一次疑心 这回又旧话重提 目的当然还是要敲打他李将 李将趋前一步 坦然自若的说 说陛下 如果一个人跟臣非亲非故 臣又怎么知道他有没有才干呢 如果明知其人有才 却不敢加以任用 那又怎么敢用丝毫不了解的人呢 朝廷用人 关键要看 其才干是否与官职相衬 如果为了避嫌而舍弃人才 那叫明哲保身 不叫大公无私 更何况 就算所用的人不称职 自有朝廷的典章律令来考核监督 谁能逃得过呢 宪宗知道自己啊 说不过李将 哎 强言欢笑 对对对 贤卿你说的太有道理了 可话虽这么说 宪宗和李将彼此两人都知道 他们的君臣关系啊 已经出现裂痕了 而且是难以弥补的裂痕 随后的日子里呢 李吉辅和李将这两八字不合的宰相 在很多事情上还是拼命死磕 老好人权的鱼 始终当着骑墙派 一副势不关己 高高挂气的样子 宪宗对这个宰相般的 越来越不满了 于是乎在这一年二月 罢免了全的鱼 不久就征召西川节度使 五元恒入朝为相 五元恒其实早在 元和初年就已经是宰相了 当时镇海节度使 李吉反复无常拒不入朝 就是五元恒立主讨伐的 此后因为西川节度使 高崇文不善理政 宪宗呢 就把高崇文给召回来了 把五元恒呢 派到西川去了 五元恒在西川待了几年 颇有政绩 而且呢 把当地蛮族也安抚的 服服帖帖 显示出了极大的才干 所以宪宗现在呢 想为宰相班子 输入新鲜血液 自然就想起了 这个能文能武 出将入相的五元恒 五元恒的回朝 是个强烈的政治信号啊 预示着宪宗朝 在今后的藩镇事务上 很可能会逐渐采取强硬立场 因为李吉辅 一直是主战派 五元恒也是主战派 至此朝廷三个宰相 两个是鹰派 只有李将一个鸽派 他的日子自然不会好过 这年岁末的一天 宪宗李淳忽然用一种 漫不经心的口吻 对李将说 这最近有人说 外边结党之风很盛 这是怎么回事啊 从解阅前暗示李将 不要搞裙带关系 到现在直接指责 李将结党英私 这样的变化足以说明 宪宗如今对李将的信任 基本上已经是荡然无存了 李将当然知道天子 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但是他还是直言不讳的 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陛下 自古人均最讨厌的事 莫过于人臣结党 所以小人要陷害君子 必定说他们结党 结党听起来令人讨厌 可追究起来 却往往无凭无据 东汉末年 凡天下闲人君子 都被宦官称为彭党 从而遭到禁锢 被剥夺政治权利 最终导致了国家设计的父王 这是小人打击君子的 惯用武器 请陛下明察 再者说 君子本来就是要跟君子合作 难道一定要跟小人合作 才叫不结党吗 说出这番话的时候 李将已经做好了 辞职的思想准备了 因为他知道 宪宗已经不想留他了 所以与其灰溜溜的 被人赶下台 还不如激流勇退 辞职走人 这就是聪明人 此后李将以足迹为由 数度上表请辞 宪宗是郑重下怀 与原和九年 公元814年正月 将他罢为礼不尚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呢 就在李将下台的第二天 几年前被贬出朝廷的 荼毒成嘴 就堂而皇之地回到长安 赴任左神策中尉 再度执掌了禁军的兵权 李将霸相主要原因 当然是他功告震主 引起了宪宗的猜忌 但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宪宗始终不敢过于 倚重文臣 换言之 在宪宗的心目当中 宦官一直是制衡文臣武将的 一个重要力量 尽管说土毒成嘴 几年前让朝廷吃了很大的苦头 可宪宗仍然固执地认为 土毒成嘴 虽然无力对付藩镇 但用来制约文臣 还是绰绰有余的 也许文臣李将和宦官 土毒成嘴的这种权力翘翘板 只不过是宪宗施展帝王术的 必然结果 不能作为皇帝昏庸 或者朝政黑暗的证明 也不能阻挡即将到来的 圆和中兴 但是毋庸慧言 在中国历史上 历代王朝的中书政治 如果表现得清明高效 那必定是足智多谋的文臣 与善于纳建的皇帝 通力合作的结果 而中书政治的糜烂 几乎很多情况下 都是始于烟换的 侍宠弄权和皇帝的用人不当 在宪宗李纯 十五年的帝王生涯当中 他一方面很努力地 实践了前者 因此得以收获 圆和中兴的果实 可同时也很用心地 实践了后者 以至最终命丧宦官之手 使得这场来之不易的中兴 转眼间就烟消云散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 莫大的遗憾 在李吉辅和李将的斗法当中 始终处于下风的李吉辅 最后居然胜出了 这实在是令他喜出望外 同时也让他充满了 世事难料的感慨 喜悦和感慨之余 李吉辅当然要竭尽权力 报答天子龙恩了 远和了有年润八月 怀西节度使 吴绍阳死了 他的儿子吴冤记密不发丧 接管了军政大权 李吉辅立即要先动禁言 怀西不向河北 四周没有援兵 朝廷用以防备怀西的 常驻部队有几十万人 国家的人才物力都无法再维持 此事不达 更待何时 宪宗也意识到 收拾怀西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随于元和十年公元八百一十五年 正月下诏 消去吴炎锯的官职 并且任命严寿为昭夫使 惠同宣武等十六道兵马 讨伐吴炎锡 吴炎锡这边呢 一边出兵抵御 一边呢 前史向承德的王成宗和 自清的李世道求救 王成宗和李世道上书 请求赦免无冤计 遭到献宗的断然拒绝 李世道很清楚 春王齿寒的道理 当然不愿做事朝廷 平灭怀惜 可同时又想保存实力 不想拿老本去帮无冤计拼命 一时呢 颇为仇主 这个时候 他平日劝养了一帮死士健壮 就向李世道献祭 说打仗最急需的 是什么呢 粮食和物资 眼下朝廷的江淮说服啊 都有呢 储存在河阴藏 就是今天河南郑州市西北桃花域 那个地方 我等 愿秘密前往 将其复制一举 并招募一批人 潜入洛阳 在闹市当中 抢劫商家财物 并且纵火焚烧 东都宫殿 闹他个天翻地覆 如此一来 朝廷还没来得及 平灭怀喜 就要先解救自己的心腹之患 这也算是 支援无缘计的一种策略 李世道文言大喜 随一计而行 此后不久 东都洛阳陆续发生了一些骚乱事件 令当地市民人心惶惶 这年四月十日深夜 和英转运院又突遭一伙 身份不明的歹徒攻击 守卫十余人被杀 院中储存的前三十余万贯 薄三十多万匹 骨子三万多户 全部被分会 这个就放在现在 这叫恐怖袭击 消息传到长安 满朝震骇 大臣们纷纷上奏 请求皇帝罢兵 可县宗是坚决不同意 讨伐怀惜的战争继续进行 可是战况却并不理想 朝廷由于参战部队众多 号令不一 协调困难 所以一直没取得实质性进展 到了五月份 县宗任命御史忠诚裴度 到前线去慰劳军队 并且视察战况 裴度回朝之后 向皇帝兵表示 局势依然对朝廷有利 平定五元纪只是时间问题 县宗于世坚定了 讨伐的决心 李吉辅在去年十月 朝廷对怀袭开战不久之后 就病逝了 此后县宗便把用兵事宜 全部交给了宰相五元恒来负责 王成宗前使入朝 替五元纪游说 五元恒将使者轰出了中书省 王成宗是恼羞成怒 一再上书诋毁五元纪 五元恒 这一年六月三日 一个与平常并没有不同的 夏日清晨 就在这个时候 天还没亮透 五元恒就已经形色匆匆的 走在了上朝的路上 前线战事正撼 事无异常繁忙 所以五元恒每天都是 早出晚归 此刻他脑中还在想着 昨天没处理完的一批紧急的公文 五元恒是万万没想到 在这个宁静的早晨 一场杀身之祸 已经悄然向他袭来 五元恒和几个侍从 刚刚走出他所居的静安房的东门 前方的薄雾当中 突然射出了几只利剑 侍从门是大惊失色 当即逃散 还没等五元恒反应过来 几个伸手矫健的刺客 就已经冲到他的座骑前 一刀刀光闪过 五元恒的头颅瞬间是飞离了身躯 刺客捡起了手机 是扬长而去 就在五元恒遇刺的同时 另一位主战派大臣 遇使忠诚裴杜 也在通话方遭到了刑刺 不过裴杜比五元恒幸运 刺客的刀虽然砍在了裴杜的头上 但裴杜头戴的沾帽极厚 所以只是受伤并没死 被砍伤的裴杜翻身落马 掉进路边的沟里 刺客正于冲上去再捕一刀 却被裴杜的侍从王毅 从背后是一把抱住 王毅死死的抱住刺客 同时大声的呼救 刺客惊慌 慌忙一刀砍断王毅的手臂 多了而逃 这场突如其来的恐怖行动 震惊了整座长安城 居然有人敢在天子的眼皮子底下 砍了当朝宰相的脑袋 还砍伤了另外一位大臣 这无疑是对朝廷的 极大的藐视和调剂 县宗暴怒 严令金屋卫和长安府 两极衙门捉拿凶手 并且下令各访大门 加派港少 严密盘查过往行人 同时宣布自即日起 宰相出入 皆由金屋卫骑兵保护 而且要求卫兵士 剑上弦刀出鞘 随时保持高度警戒状态 守善之躯 陷入了一片莫名的恐怖之中 此后数日 朝臣们天亮之前都不敢上朝 以至于宪宗皇的一连数日 都要在金鸾殿之上哭作苦等 等候着文武破关上朝 平日里威风八面的当朝大员 刺客都成了惊弓之鸟 另一只躲在暗处的刺客 是窃笑不已 几天之后 得意洋洋的刺客又做出了一个 让人非以所思的举动 他们居然置信给负责抓捕的 金屋卫和长安府县两极衙门 是谁先急着抓我 我 就先干掉谁 相关的各级官员 接到刺客的恐吓信 一个个吓得那叫面无人色 随后案件的调查就陷入了停滞 各级府衙 仿佛开始了一场 击拿凶手的比赛 不过不是比谁先抓了凶手 而是比比看谁的动作更慢 因为谁都不想成为下一个吴远恒 就在满朝温武人人自危 浸入寒蝉的时候 终于有一个人忍无可忍的跳了起来 他叫徐孟荣 时任兵不食狼 徐孟荣跑去见献宗 悲愤难当的说 自古以来 从没有宰相横尸路旁而抓不到凶手的 这简直是朝廷的七尺大辱 随即奏请献宗 启用裴杜为宰相 以此表明朝廷对讨伐怀惜的坚令态度 并且请献宗严令各级官府 击打凶手 挖出幕后主使 6月8日献宗下诏 命京师各级衙门全力搜捕 抓到凶手者赏钱一万贯 赐无品官 胆敢窝藏刺客 满门抄斩 诏书一下 京师的官员们这才动了起来 在全城范围之内 展开了地毯式的搜索 连公卿家里的夹墙阁楼都没有放过 可是几天前还致信 问候各级官员的那会儿刺客 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 整座长安城被翻了个底朝天 凶手却依然逍遥法外 两天之后 案情终于有了突破性进展 有人提供了一条重大线索 说成德禁奏院 就是成德镇的驻京办 几名士兵 这些日子一直鬼鬼祟祟 刑迹非常刻意 有关部门当即将张炎等八名成德士兵逮捕 献宗疾命经兆尹和监察御师会审 疑点就这样集中到了成德的王成宗身上 献宗想起了不久前 王成宗曾经连续上书 极力诋毁五元恒 便把那些个奏书全部都公之于众 在没有其他线索和嫌疑人的情况下 王成宗的这些个奏书 不定于是他谋杀五元恒的铁证案 6月23 一级五元恒被刺的第二十天之后 审查部门终于得出结论 张燕等人就是刺杀五元恒的凶手 而幕后主使就是王成宗啊 真相终于大白天下 五天以后 张燕及其党羽十四人被开刀问斩 长安市民们无不拍手成怪 可是 真相真的大白了吗 此时此刻 资清节度时李师道正在他的府上 一边举办庆功宴一边笑的是合不拢嘴啊 有几个人坐在他的身边 他们刚刚从长安秘密前回自清 并且给李师道带回了一样东西 一颗血肉模糊 业已腐烂的人头啊 那是五元恒的头 在裴渡养伤的二十多天里 宪宗派驻重兵在他的府地是日夜的守卫 并且多次的派遣换官前去慰问 有人劝皇帝把裴渡罢官 目的是想展示 借此来安抚王成宗和李师道 宪宗一听那是勃然大怒 你们是何举心的 如果免了裴渡的官 等于使奸人的计策成功 将之朝廷尊严于何地 我启用一个裴渡 我足以打败两个敌人 六月二十五 宪宗任命裴渡为宰相 让他继续挑起平定怀袭的重担 裴渡对宪宗说 怀袭是朝廷的心腹之机 不能不处 而且朝廷既已出兵 两河藩阵都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 以决定他们的下一步行动 所以朝廷绝不能半途而废 七月五日 宪宗下诏隶属王成宗的罪行 不许他朝供 并敦促他并然悔过自负请罪 否则将折日讨伐 就在朝野上下一致认定 王成宗就是刺武案的幕后元凶使 从东都洛阳传回了一条消息 令宪宗和朝臣门使 大出所料 消息是东都留守 吕元英送来的 他破获了一起由李师道幕后操纵的 未遂暴动 从人犯的口中获知 李师道才是谋杀吴元恒的真凶 吕元英上奏宪宗 李师道暗杀宗 企图血洗洛阳实属 罪大恶极不可不住啊 至此 宪宗这才得知 吴元恒被刺的真相 但是朝廷目前正在对淮西用兵 并且 已经跟王成宗翻了脸 实在是无力讨伐李师道 此时此刻 宪宗最关心的就是淮西的战况 只有尽快的讨平淮西 朝廷才能腾出手来 对付李师道和王成宗啊 那么这个时候 怀西的战况 究竟如何呢 与之后事如何 且听 下回分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